《財政預算案》 財政預算案很快又登場 全民派錢成為最近的輿論焦點 市民當然拍手歡迎 不過從一個穩健的理財角度來看 政府在決定派錢之前 有另一個問題需要才找到答案 就是錢從哪裡來呢? 各位經理網友大家好 我是錦然吳志龍 今天已經來到正月十一 再一次恭喜大家 開工大吉 恭喜發財 大多數人都希望新年發大財 但我更加希望 特區政府今年都可以發大財 因為自有公共財政更加穩健 香港的公共服務才有機會 更上一層樓 2023年至2024年的財政預算案 將在2月底公布 目前是進行公眾的諮詢 呼籲政府再次派發消費券的聲音 成為主流 事實上政府在疫情期間 先後派發了兩次電子消費券 迎取了不少市民的掌聲 多個政黨和立法會議員都趁著公眾諮詢的階段 紛紛呼籲政府要再一次慷慨解囊 派多一次消費券 要求的金額由3000至超過1萬元不等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出席電台節目時 就以看送食飯回應 坦然目前對派遣未有定案 但考慮到過去幾年 因為疫情帶來幾千億額外的開支 雖然目前疫情逐步受控 經濟亦開始進入復甦期 但就算要派遣也未必可以 那麼大力這樣做 政府的錢應該怎樣用 700萬個市民肯定有700萬個方案 但我認為有些大原則 應該是大多數人都要認同的 首先是穩健的公共財政 對香港的發展才是最有利的 其次是呼籲政府花錢的同事 又有沒有考慮到 政府要在哪裡拓展收入呢? 最後香港貧富懸殊 人口老化、經濟需求和教育 未能夠匹配 這些結構性的問題 其實越來越明顯 怎樣透過調整公共開支 來解決延微支急 亦同時投資未來 似乎比一次性的派遣更加重要 全民派遣雖然開支龐大 但對帶動零售、餐飲、旅遊等行業 有非常明顯的短期效果 而且全民高興、政治效果都非常顯著 這樣亦是各大政黨和政治人物 積極呼籲政府派遣的最大原因 甚至有政黨呼籲政府要派錢 給符合資格的外地遊客 鼓勵遊客來香港消費 人人有錢分當然皆大歡喜 不過都是老問題 錢從哪裡來呢? 雖然香港財政儲備是上線穩健 不過過往疫情帶來的額外開支 已經令到香港的財政儲備 有明顯的下降 而可見的未來 除了醫療、教育等等 恆常性的龐大開支之外 還有北部都會區、明日大餘等等 龐大的未來基建發展項目 需要投入的公共財政 可謂是天文數字 而尷尬的是 香港向來都是奉行簡單稅制 令到特區政府的稅機比較狹窄 除了稅收以外 財政收入主要是依靠賣地 和政府投資這些非穩定性的收入 政府過往嘗試討論增加博彩稅 開晶銷售稅 或者調高股票 物業交易的印花稅 這些都會引起極大的反對聲音 可見開拓收入來源的空間非常有限 過往疫情下 政府聚焦討論如何幫助基層市民 現在準備進入復甦期 政黨的關注點仍然是如何幫助基層市民 但一個社會不單有基層市民 還有承受大部分稅收壓力的中堅力量 如何減輕他們的壓力 亦是一個不能忽視的問題 除了透過調整公共開支 令市民感受到政府與民分享的善意之外 切切實實地投資未來 其實更加重要 教育、基建、房屋、鼓勵生育等等方面 都可以令到未來的香港 更加有競爭力 更加有活力 投資未來 或者未必可以為政府 贏得最多的掌聲 但應該可以為香港 帶來最大的好處 今日的分享先到此 我們下星期再見 拜拜 塊錢 好 讓開箱 很痛重